高岛沙发按摩椅 智能声控 动口不动手 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Fu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 得您信赖 耶 今天轮到这台X公益车 这次是五门的 双车是三门的 等一下要找巨哥检查 所以我们要换刹车尾 列车 皮带 然后现在就是引擎脚 看一下 然后检查节气门 灯带是马达 还有老板说的变速箱有 还有水 对 还有水管 对 突然想起来 它说这个 这个很硬 是吗 还好啊 不会啤啤啤啤啤 油爆裂的那种感觉 你有捏过会爆裂的吗 没有 是喔 来 这个是 变速箱油 用是还可以用啦 只是你说脏嘛 就是有用一段时间了 正常是比较鲜艳的红色啦 它就变成比较暗的红色 这样可能不明显 我用卫生纸 用卫生纸看的比较明显 我们把旧油 然后我再去拿新油 两个对比就好了 新的 新的会是粉红色的 有没有 这个就是比较有用过的油 有没有 虽然它一样是红色的啦 我们刚拉起来 它一样 看起来是红的 这样看得很清楚了吧 对比 是不是很明显 新的 旧的 好啦 再来 水是不是 对 然后水是不是好像有点呕呕 好咯 小心一点喔 虽然没有发很久 哦呦 这个不是黑而已 这个已经漂浮雾都跑出来了 那你看盖子 为什么会这样 水垢啊 水箱精不足也会这样 然后再来加自来水也会比较容易这样 哦 比较会有水垢 对 好要分析一下结晶货啊 你看 你看 这整片标浮雾 那你的手来 然后你把它搓一搓 有没有 就是水垢 有没有 搓一搓就没有了 就不见了 对啊 还在就是别的东西 对 这就是水垢 一堆 那这要怎么清理 换水就好了 就换水 然后一直先把里面全部用洗的 洗干净 就一直循环一直循环 对 要循环清洗 那你像这个盖子也是啊 你像这个盖子上面都是锈 然后上面这一层也是水垢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黑色的是它的气 对对 不要误会 只是因为久了 在里面热 有没有 它就会脆掉 然后剩下的就是节气门 我来看一下它是走哪一种形式 下面 下面有走水 你看 它节气门下面是有走水的 对 因为现在暖车没有差 应该相对简单吧 这台车 相对简单是跟哪一台车比 没有换鸟盖就比较简单 没有换气门式垫片 就比较简单 对 还好 因为这台车就是没有漏 都没有漏油 很庆幸的是它真的完全没有漏油 是没有这么夸张的 还好 没有太脏了 没有到非常脏的那种状况 我收回刚刚的话 你现在看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还好 就是跟以前拍的那些比起 那你现在准备了 惊喜要来 里面是黑的 外面看起来很干净 对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要清一 这个还是要先清一清的 然后再来就看这一颗 看它里面脏不脏 这个是什么 怠速马达 来 这边全部都卡住了 注意看哦 注意看哦 有没有看到 这个里面都是 有没有看到 拍得出来吗 有可能那个斗是因为这个 所以它就第一 卡住之后它的怠速 就不会 不顺 就会不顺 会卡死 它没办法调节 那我们再来就是要看一下 它这个活门可不可以动 这个就是调整怠速了 这个卡太厚了吧 这个真的太厚了 因为它这边 这边就是会 气 会从这边 然后它用这边去调节 嗯 对哦 这个就是调节的 然后把这个清一清 捷径门清一清 再看看会不会走 然后再试 对 嗯 那我们现在 应该没有其他的吧 哎呦 如果硬要讲这个水管 这边有剩一些 可是这个 应该很久了 因为我们的水 的颜色已经变透明了 你看这边有一些 上水管边边有一些 红色的 早期的水香精 结晶的颜色 应该是再上一次漏 应该是 现在看起来是没有漏 没关系我们到时候 还是会加压看一下 确定一下 整个水路系统有没有漏 反正我们要洗水路了 没有差 刚才都要用了 对 都要洗了 反正都要洗了 你看这个通道 这个通道就是从节气门这边 通道进来 到这边 然后调节 就会直接进到进气器管里面 这就是调节怠速的地方 它就是靠那个活门 开关开关的大小 去控制这个进气的量 现在要确认什么 正石皮带 看它状况如何 对 直接拆先来看吗 拆盖子喔 先拆盖子 能拆越少越好 对不起 我以为你要整条超小 没有啦 我以为你这么兴奋喔 哇哦 先来看正石皮带 就是这样 看起来还不错 也是要看它有没有裂是不是 对啊 看起来还不错喔 应该正石皮带是有换过的 不然通常不会撑那么久 这个上面没有裂痕 所以正石皮带没有问题 要先检查后面的 因为这个看起来 秀那么严重 还是用这个菜 先把它敲松 不然有时候手转不起来 在那边敲的 敲一敲让它松 有没有 松了 有没有 刹车皮是不是很厚 而且它的分棒有换过 我们就把它吹一吹吧 不是啊 这也没有很脏 对啊 比起之前拍的 那我们把它吹一吹就干净了 我们就要看啊 这个皮啊 你看吹一吹是不是干净了 这个皮是不是基本上都不太会 不要换 应该是说如果 没有操作错误的话 这皮很耐用 古式的刹车皮 还蛮耐用 对 就是不要忘记放手刹车啊 基本上它都很耐用 而且你看这个皮都那么厚 突然然后跟新的一样啊 新的叫来差不多就那么厚 好吧 我们再去拆另外一边 看一下有没有状况 看起来是没什么状况的 因为敲这个就知道了 没有卡住 没有卡的很紧 基本上 刹车皮啊 这些的都 状况还不错 因为会卡住的 就是刹车皮磨完 这边会有勾 磨很深的话 它会有勾 就会卡住这一块 里面这一块 有没有 这个勾 你可以看 我们刹车皮吃的面 就是这个 亮面 如果吃的深的话呢 它这个 没吃到的边缘 中间会凹下去 边缘就会凸起来 对对对 就会卡住刹车皮的里面 对 就是不好拆 对吧 那你看这个也是有换过的 分棒都换过了 好吧 来就把它清一清吧 好了 这样后面检查完 基本上 都剩下前面的 把后面装回去吧 再来就是我们去清 带速马达吧 等一下清完你就知道多张了 也是用清洁去喷 没有这个要用泡的 没有这个要用泡的 因为这个卡太厚了 有没有 都黑的 好干哦 对啊 这个卡太厚就是要给它用泡的 对啊 这个就给它泡的 然后把它里面那些 鸡的碳啊 那些都把它 溶掉了 这样就比较好清了 不然有的时候那个碳很硬啊 它不好清 对啊 就用泡的 硬砲也不好 对硬砲也不好 就用泡的把它泡软 泡软之后再清 其实现在就已经有颗粒噴出来了 有没有 这里有颗粒 这里 嗯 这里也有 这都是哦 哦 精彩了 好来 有 都黑了 还好这个是塑胶壳 塑胶壳的比较好清 金属的 如果假设这个是金属的 嗯 就不好清 因为金属的咬的比较紧 所以塑胶的比较好清 我们先拆解器 你们把这个给它泡一下 好 先把下面两支水管加掉 好了 好啦 先看一下水有没有通 小心哦 堵住了 我应该没有看错吧 气吹不太出来啊 有没有 有没有 气吹不太出来 有没有 啊为什么会这样 那就是生锈啊 你看你里面杂质那么多 所以这个 为什么 看到这种的 基本上都要拆起来 试一下这个管子 好吧 我们去想办法把它疏通一下吧 这里 这边卡住了 下不去了 下面都是锈 死定了 要怎么通 我已经在通了 只能这样慢慢搓 慢慢搓 对啊 有没有看到 白色的结晶屋 就是水扣 嗯 把它卡住了 那这卡住 会造成什么问题 诶 其实还好啦 因为它这个都是走旁通的 不是主要水管 但是这个塞住啊 水循环没办法到这边 就是小循环 其他支线的循环 这个只能这样子 边充 边通 诶 有没有 出来了 但是还没有很通 还是有气泡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小气泡 这边 还有一节小小的气泡 那就表示没有很通 所以继续 继续通 再通一下 因为有个地方我们通不到 它是这样 下来U字型 所以一段我们通不到 所以要用通箱水 尽可能把它清干净啦 不然没办法 你要小心一点 现在是不是差很多 出来的水 出来的水 中间是没有泡泡的 就表示通了 嗯 是顺的 刚刚你会看到有泡泡 大一点 呃 没有顺 对哦 顺多了 好 这样水就有过了 这个没有办法 清得很彻底 整个通了 可以用手试一下 有吗 有吗 很通了吧 有堵住就不会这样 再来继续泡 对啊 继续喷啊 它等一下就会跑出来了 有吗 越来越干净了 对啊 对啊 那就是这样泡着 我们现在顺便来清解气门吧 Yoshi 从里面看是不是很张 这是里面 这是外面 那我们打开来看 有没有 你就会看到边边是有刮到的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旁边 我们盖起来对不对 嗯 打开 下面有一点白白的 对 旁边周围还是黑的 那就是有磨到 哦 有有有 那就是要把这个清干净 啊上面 上面更长 上面可能要从里面拍 有 哦对 对啊 那我们赶快把它救一救吧 怎么样 这样看起来干净多了吧 旁边那个黑黑的呢 就是原厂 它出厂的时候 就会打的密封胶 哦那是胶 对那个是原厂打的胶 那个就尽量不要把它清掉 对 你只要把积碳的地方弄掉就好了 其他那个旁边的是可以不用弄的 那那个胶是要干嘛 密封用的 加强它密封的作用 好 这样子解气门就可以了 是不是跟之前比起来干净很多 好啦 外面这就是氧化的颜色 对啊 这个是氧化 这个会有一点白白的 电片不用 不用啊 电片还可以用啊 压得住 它没有裂掉 这个平面基本上都不会跑掉 这种电片啦 别种电片就不一定 好 我们先把那一颗 再给我们把它洗一洗 哇好黑 都是黑的哦 可是第一次黑了 第二次就干净了 你看洗出来了 来吧 塑胶的原色都跑出来了 有看到 有有有有 干净很多 裡面基本上都没有 裡面的杂质都不见了 都不见了 裡面也都干净了 嗯 对啊 用肉眼看得到 但是我不知道镜头拍不拍得到 可以 可以 有有有 对啊 裡面干干净净 嗯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是装回去 搞定 但是最后一步呢 我都会上游 因为镜头太干净了 都会卡卡的 我们来把它装回去吧 来你看 都是秀 看到了吧 好噁心哦 这还好啊 这个秀已经算少了耶 这要怎么轻 挺口用 这个 这个呢 就是这样轻 刷得掉吗 怎么感觉它卡很死 它一定是卡很死啊 但是我们可以刷掉一些 比较粗的颗粒 看一下 有掉一点的 是不是有掉 就是这样刷 旁边比较干净 嗯 就是这样刷 这样顽强一点的 就是这样尻的 它就是尽量清啊 不可能清干净 不可能清到干净 绝对不可能干净 就是你看 现在清起来 下面看起来 是不是就好很多了 啊因为上面这一层 一定是卡最后的 因为我们只能大概清一清啊 你说要清到干净 你真的不如直接换料 然后再加水箱巾下去 因为水箱巾会咬秀 所以它会再把它吃掉一点 对 所以就是定期换水 那如果依这个比较脏的 就是 可能半年换一次水 半年换一次水 慢慢循环它就会掉 就大概是这样 再就是要放水箱进去 那它会浮一些杂质出来 那等一下换水的时候 就会把它弄掉 铺水箱要拆起来洗 都是秀 先用清水过一次啊 过到差不多干净 再用药水洗 是不是很脏 很脏 这都是沉在下面的那个秀 你可以看得到下面 剩下方那一层 对啊 就是有那一层 剩下就是清水弄不掉 不要用清洁剂 好我们先来装 刹车皮跟Dia Chap 刹车皮你上次说的是很薄 我记得你上次没有量 你用看的就 上次用看的就很薄了 它不用量 你看 对啊 够薄吧 这个很薄 刹车到底会不会很难换 刹车不会很难换 就是拆螺丝而已 只是不要怕脏 这个东西唯一的缺点就是脏了一点 你只要能克服脏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要小心手 不要被刮到 好了 修了 你看都够了 够了啊 里面都干了都剩修了 这个也是 这个 这边还有一点有 可是也修了 好了 OK 好了 现在就要换皮带 最复杂的皮带 先从最外面这一条开始换 你说这叫外皮带 然后有三条 这个就是看什么东西的皮带 你像这一条啊 是带动冷气的 就会讲压缩机皮带 这个是它的调整座轮 所以调整座轮要先放松 才有办法调整 这样我们就拿下来一条了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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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光光 摘下来看有点明显 比一下皮带 对 对 对 我们要拆 POWER PONKU的皮带 要从上面拆 再来一个 这是发电机的 皮带 小条的 这一条看起来就还好 但是已经有点磨损了 对 还是有一点的 对哦 你看 变尖了 一字换完 好了 我们来比皮带哦 这一条就是 POWER PONKU的皮带 615有没有 615 615 但是它新的都比较小条 你看 因为旧的脚都被撐开 对啊 就撐开了 这一条 就认好了 再来 这一条是多少 895 残了 残了 它应该是送900的吧 X5 对 但是 新的还是比较小条 对所以OK的 对 好 再来对最后一条 希望这一条不要错 哇 这一条没有字了 字都不见了 好吧 这一条看起来是 真的比较小条 应该没有错 有 差不多 对哦 所以就 OK啦 好啦 那我们一条一条挂回去吧 要先装哪一条 要先装 这一个最里面的 发电机的 发电机的要先装 诶 我们之前换的 都只有一条 诶 对啊 一条套全部 对 拿大格西哦 对啊 因为它 没有东西可以调整 你只能拿格西去调整它 撅住 然后撅住 它的设计就是这样 然后用手 感受一下鼻带 然后就把它鎖起 边均 边摸边调 对 啊因为这一条只有带动 棒符 连接水棒符 啊水棒符 又有另外一条 要做利皮带 去带动 嗯 所以这一条只要 稍微紧 就可以 你感受一下 这一条就比这一条松啊 你两条可以拉拉看 因为这一条会比较短 所以你会感觉它比较紧 哦对 它这一条比较长 所以你会感觉比较有弹性 对 那其实这一条是比这一条松 感觉得出来 老实说吗 感觉不出来 但是我懂你讲的原理 好 没关系我也知道你感觉不出来 我懂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感觉不出来 我一开始觉得 还好差啊 好了我换下面了 快完工了 是嗎? 我們還有水耶 還有別樹香油 還有傳統軸 啊對啊 傳統軸才是最痛苦的 而且我們用完還要試試看冷車段 你可不可以走 對喔 原來就是漏油漏水 好啦你看 磁鐵的 螺絲是磁鐵的 有磁鐵的螺絲啊 它就是要吸機油裡面的雜質啊 電速香油的 有嗎?露出來也是紅的啊 啊為什麼這個要用特別的油呢? 沒有啊 量一下啊 量一下它原本的油量 喔 那我們才知道加多少啊 電速香油的標準到底 換的標準 電速香油換的標準 就是照原廠的標準換 比較不會出事 啊當然跟開車 每個人開車方式不一樣 那如果就是 假設你 就是假設你有激烈抄架的情況下 或是比較熱血一點的開閥的時候 就提前換沒有關係 就保護變速箱嘛 因為你激烈抄架 或是比較熱血的時候 變速箱的溫度會比較高 那變速箱油會比較容易變直 油類的都差不多是這樣 這個原理啊 所以就是看每個人開閥去決定 那依照原廠給你的標準 去減少 或是照原廠標準 那有開起來 怎麼樣才 開起來怎麼樣 就是開起來 換廠頓挫比較大的時候 就沒有色度了 它現在已經 快到3000了 所以它應該是加3罐就夠了 我們現在大概在2.8 那電速箱油我們就給它滴乾淨一點 那在這同時 我們就可以拆 盆動走 好 這樣就可以出來了 那我們是裡面破掉吧 這裡 對 你看 這樣就很明顯 嗯 等一下我們來把它換掉吧 要用抱子 對啊 因為這個油 不好洗 而且 很油 非常的油 這個鐵環你要換新的嗎 換新的哦 因為這個鐵環拆下來也不能用 對啊 因為我就想說它就變血了 所以拆下來就是換新的 這就是傳動軸裡面的 油 很油 很油 所以很難洗啊 不好洗 真的不好洗 再來就要拆吸行扣 有沒有 可以開 再來就可以拿出來了 這樣就可以換套子了 那我們這樣換新的套子啊 我們它是補油進去嗎 當然啊 所以要補一個跟它一樣這麼夠的油 比它還夠的油 不是跟它一樣的油 是比它還夠 這個裡面就是二流化木 那這些就是要清潔 把舊的油都擦一擦 盡量擦乾淨 盡量表面的髒油啊把它擦一擦 基本上 舊油越少越好 其實開裝都很快 你沒有發覺 都是清潔在嗎 都是清潔啊 有的還要泡還有什麼的 我們還有一個被水桶在這邊泡的 還在泡嗎 還記得嗎 還有一個在泡的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要有太多髒油在裡面 鋸油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 拿新的東西來組裝 這就是固定這三顆不要跑出來 對 那三顆叫什麼 它就是盆棟軸裡面的軸承 為什麼會有聲音你知道嗎 就是這三顆軸承的間隙 跟這個牆壁的間隙 你有沒有 它不是有三顆的滑草 對啊 它這個間隙 太大的時候就聲音就會很大 這個就是油 它有附油 對 然後 要來灌油囉 要先灌油 不是先 素質 我習慣是 都先灌油 灌到這 我習慣把油灌這裡 是個人習慣的問題 這沒有絕對的對錯 然後再來就可以組裝囉 因為我們壓進去 它油油會跑出來 嗯 所以再來就是 組裝 讓它油跑得越少 越少跑出來越好 好 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 密的 都是核的 那再來我們就要來樹樹枝了 樹樹枝就要拿工具來樹 它有專門的工具 鎖喔 對啊要逼 逼這個樹枝啊 我們這個樹環要逼緊 用特殊的工具 把它逼緊才不會漏啊 不然一甩 一撞上去 沒逼緊就漏啊 喔 這是要捲的喔 對啊 捲一捲它就緊了啊 有沒有 你注意看 捲的時候要注意 就是 先看一下是不是都進去了 看它有沒有跑掉 一捲壞 就要再叫椅主 現在就緊了 嗯 有看到嗎 這樣子 然後折過來 折過來 折過來有沒有 就用鐵錘 先把它敲邊 它就不會跑了 就反扣了 嗯 然後旁邊這兩個壓的 再把它壓緊 喔 它多的要剪掉嗎 多的用折的 多的就是用手有沒有 這樣折一折它就斷了 它就斷了 就這樣 嗯 完成 最後再把它敲緊 確認一下 因為這個沒有那麼好塞 所以我們要一次就把它弄好 一定會有溢出來的 一定多多少少都還是會溢出來的 因為我們雖然我們打在這個裡面 這個頭是 有間隙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這樣油就會跑下來 跑到這裡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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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那你看 你現在摸 你現在用一隻手摸 間隙就比較小了 對 對 對 因為油把它停滿了 因為油在裡面 對 這樣就搞定了 衝回去就好了 來吧 你看 你看 第二差不多了 2.95 2.95 對 2.95加3罐就好了 3罐 1罐1公升嗎 對 這是皮帶的 蓋子鎖 對 不然等一下一發動到時候打到東西 原本不用拆了又要拆了 好啦 我們就可以來加油了 下完油就可以發動了 還有水 沒有先發一發再漏水 因為熱的時候它水啊 那些雜質比較容易跑出來 冷的時候漏 也可以先漏沒有差啦 只是我習慣就是熱 熱完之後再漏 我們先發動好了 我先固定一下螺絲 欸 鋪水箱嗎 不用裝嗎 先不用裝啊 鋪水箱先給它泡著 沒關係啊 因為還沒洗乾淨啊 好囉 又發囉 你看 這樣就可以看到裡面水多髒了 剛加進去了 對 那馬上就變咖啡廁了 對喔 然後等一下跑一跑 循環一下 然後我們再漏水 震動還是很大 車身的震動還是很大 遠後方就滿 對啊 會合 等到時候好了再試一下 要手喔 這個震動好大喔 對啊 比上次還大呢 這個震動有大喔 對不對 這就冷車的時候啊 冷車震動真的很大 這東西我們先來看水 先來把水弄一弄 這個震動真的有大 看來我們真的要換兩支引擎椒喔 明天我再叫來換 好啊 帶你看 你可以摸上水管 喔唷 結果 結果要換的是下水管 下水管就有 就有碎碎的感覺 對 我們現在溫度已經都可以了 我們先熄火吧 先熄火來漏水 你壓壓看下水管 來一條 這一條 下面那條 對 這裡喔 這裡 感受一下吧 輕輕捏 不會感受不出來吧 不知道 沒關係我會叫我來啊 拆起來給你看 好不好 拆起來給你看 比較快 就是一直灌水 一直灌水 對喔 先灌一下啊 然後等一下鎖起來之後 再把它發動 再讓它熱 就多熱個幾次 它就會 就乾淨了 然後我們還要換下水管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要加水了 不用加水香精了 我們先把水香洗一洗 第二天 對第二天了 沒想到又要第二天了 那我們水已經把它洗乾淨了 洗乾淨了 要露出來看好了 因為這樣看不太清楚 水裡面應該已經透明了吧 你可以仔細看 喔有啦有啦 透明了吧 有啦有看得到底了啦 對啊你可以看一下下面這一桶 很精彩的 我等一下要順便露水 還要換水管 喔對齁 你看它的水管 很精彩的下水管 那我們等一下先露水 然後我剛剛有檢查到了一個東西 嗯 因為忘記檢查 火星塞 火星塞 對它的間隙越來越大 所以搞不好已經講了怎麼辦了 有可能喔 希望如此啦 不要再這樣弄火了 這台已經夠簡單了對不對 夠簡單還是用到第二天了 不會啊 這也是我的意料之外 沒有啊 主要是那個水要洗比較久啊 你看那個水 我昨天洗到大概十點左右 所以你等於又再洗了一個小時 我再洗了兩次 才乾淨 才對 才露出來是正常的 那當然那個水香精接下去 它還會再去清洗那些秀 所以就是半年換一次 剛開始的時候 那等它穩定的時候就可以 大概一年兩年換一次都可以 今天一定可以完工的啦 因為沒有東西了 喔喔喔喔喔 是不是乾淨了 乾淨了耶 是不是差很多吧 差很多 剛昨天差很多 對啊 我昨天發完我就給它放裡面 因為已經乾淨了 我想說我就放在裡面看 讓它沉澱還會不會有髒的東西 就讓它去泡 漏出來 對啊 漏出來都沒有 就沒有問題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先拆下水管 等水漏完 下水管好換嗎 不難換 你要不要試一下 下水管就是這個 這個 然後它的扣子在這 好囉 你昨天說看不到它 摸不到它感覺有秀對不對 喔再摸一次嗎 不用喔 拆開來看就好啦 小心喔會噴 好 有沒有看到 你怎麼會摸不出來 那你現在再摸摸 再感覺一下 我還是摸不出來 真的假的 所以是我太敏感 應該是你比較專業啊 你看我們已經沖掉表層了 有一些附躲在上面的就沒有辦法 對啊 流出來都已經是乾淨了 對啊 對啊 我們盡力了 再來就是要靠水漢精 去循環清洗 這樣給你看你就清楚了 有沒有 這樣你摸不出來 你再試一次 我不信 喔有 有 這樣就有了 對啊 我想說怎麼可能會摸不出來 很明顯吧 這邊 對不對 因為我剛壓錯點 可能我需要一個比較嚴重的地方 這裡 這裡 喔 有沒有 明顯了吧 連聲音都有 對 連聲音都有了 我們復水桶 洗乾淨 泡了一個晚上 這樣 裡面 很乾淨耶 是不是 嗯 一個晚上 泡了一個晚上 才有辦法這樣 好 那我們 洩水孔先鎖起來 我們已經讓它滴乾淨了 我們等一下會再試一次水 要再試一次再加水香精 對 因為現在是冷的 我們等一下火星再換好之後就可以知道 一發就知道 希望換完就好了 對 我們先把沸水桶裝回去吧 那我們等一下好好加壓測試 確認一下是不是水管都沒漏啊 那你看 插得多不多 很明顯吧 很明顯啊 很明顯啊 是不是 我們先加水 加壓一下 我們換了新水管 我們把水先加滿 然後加壓 看一下有沒有其他地方會漏 會漏 會漏 對 這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 測水箱 測漏了 所以現在把壓力打進去 對啊 你可以看這邊 這邊這個表 不要碰到就好了 那我們壓完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檢查每個水管的接縫處 我們看這邊有沒有滴水 裡面這兩條節氣門的 有沒有 有沒有滴水 沒有滴水 沒有滴水 所有的水管 街頭都要檢查 這邊有沒有滴水 有沒有漏 目前都沒有看到水跑出來 因為壓力都還保持著 對不對 如果有漏水壓力就會 就會釋放 然後你看這邊 之前的痕跡 這邊也都沒有漏 那我們再來就要看 後面 頂起來看 看水棒浦 那邊 這樣看是不是比較快 我後面換水 只要有換水棒浦啊 有換水的地方啊 都會就是加壓啊 就是校車檢查了之後 就是會先加壓完 然後確定都沒有漏 然後確定都沒有漏 裝好嘛 水棒浦裝好之後 或水管裝好之後 就做加壓測試 加壓完之後 沒漏就沒有問題 就可以加水 多一層保障 我們來看水棒浦 水棒浦這邊也沒有漏 有沒有 後面的水管也都沒有漏 熱排的 兩根水管也沒有漏 有沒有 這邊 這兩根 這一根 跟這一根 有沒有 哇 這裡也都沒有漏 那這樣就沒有 沒什麼問題了 水路就沒有什麼問題 洩壓 加水 讓它滴乾淨一點吧 我們等一下要加水上釘呢 漏乾淨了 漏乾淨了 鎖起來 這個動作從不往多次了 對 這個已經 一直洗 一直洗 一直拆 一直裝 洗到快瘋了 我是已經洗到快瘋掉了 可是這個車你不這樣洗 不會乾淨 不會乾淨 就不會乾淨 而且 也比較 車子也比較不會受傷 你看地上的繡就好了 有沒有 嗯 它原本的 附水箱的水管 切好 好了 我們可以來加水上釘了 加水上釘 烤肉 可以發肉 發完要看會不會抖 怎麼辦 蛤 怎麼辦 很穩 怎麼辦 怎麼辦 很穩啊 超穩的 怎麼辦 好棒喔 三隻手 四隻手握住還在抖 很穩很穩 可以了 很穩 慘了 哇賽了 慘了 怎麼辦 我們可以去想辦法弄 原廠引擎腳 慘了 慘了 先把水弄好 熱了就不會抖 對啊 路R檔竟然不會抖 對 是不是 然後N檔 N檔都很大 N檔都很大力 嗯 有沒有路RD檔 D還好 對啊 D檔跟R檔差不多 對不對 沒救了 慘了 好吧 我們就先把 空氣排一排吧 所以它熱車就不會抖 熱就不會抖 所以熱車就不會抖 跟冷車會抖 眼睛腳有關係嗎 其實不好說 說真的 但是通常 我們有時間都說 先把 眼睛腳塞起來看 就知道 它假設有觸底的情況 因為我們 冷車的時候 帶速比較高 帶速比較高的時候 引擎抖動就會比較大 幅度會比較大 那我們現在熱車 你看帶速掉下來 掉到正常 所以它震動的幅度一定比較小 就是穩定的時候 它一定是比較小 因為 你像R檔跟D檔 是不是比較不會抖 對啊 比較不會抖 通常R檔跟D檔 跟下面那隻腳 比較有關係 可是前後的嘛 對 所以R檔跟D檔 不太會抖 因為下面那隻我們也看過 是新的 所以有可能是上面這兩隻 可能 左邊的機會比較大 對 因為左邊比較正 因為左邊正的很大力 但是右邊就還好 其實這個還是要拆起來看才知道 有新的跟舊的比 你最清楚 對不對 我們之前拆了那麼多引擎腳 新的跟舊的是如果差很大 就是要看那個痕 假設有壓到 那就一定會抖 沒有接觸到 其實就不太會抖 所以還是要拆起來看 我們先把水弄好再說 我們等一下等它冷再補水就好了 等一下冷到 對啊 還是要補水 還是要尋一下 我們變速箱有還沒看 要在熱車上線 有沒有 熱車上線在這 有沒有 現在在這 那基本上就可以了 就沒有問題 OK 就等引擎腳來吧 就等引擎腳吧 對啊 太好了引擎腳來了 原本以為要等兩天 有沒有要等到下禮拜 隔天就來了 隔天就來了 原廠貨 這是變速箱的那一邊 這是另外一邊 是左邊 可以 先換哪一顆 給你決定 左邊 你要先換這一顆 哪一邊比較陡 哪一邊 左邊比較陡就換左邊 左邊是這個 左邊喔 這是右邊 好 那就換這個 好 先換那個 先換 我們來拆吧 今天做完吧 一定的喔 都斷了 都斷過 都裂了 好 我們先來看吧 我知道為什麼了啦 你看 它已經頂到上面了 有沒有看到 頂到上面這個 有痕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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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新的 新的就是還有一段距離 你看新的差那麼多 這個已經沉下去了 有沒有整個沉下去了 跟這個比 嗯 這樣應該很明顯吧 這樣吧 快了快了 快了快了 快結束了快結束了 好啦 好啦 搞定搞定 太好了 試車路 試車路 我們去後面那一條 試一下 這跟第一次試的聲音 第一次沒什麼聲音耶 這次聲音比較多 對啊 你有聽到嗎 為什麼 我不知道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次真的有聲音耶 不會吧 今天不是就要拍完了 老闆 這一次試起來的聲音 好像真的有聲音耶 你再仔細聽一下吧 這個沒有 這個有 這個有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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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到嗎 有聽到 那你上次有聽到嗎 上次沒有聽到 上次是沒有聲音 對啊 這個聲音要嘛 第一個 不是避震器 就是方向機 可是我們第一次試的時候 真的沒有聽到聲音 怎麼會這樣 怎麼辦 我才想問你怎麼辦耶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我想要結束了喔 這跟我預測的不一樣啊 跟我預測的也不一樣啊 我還想說東西來 趕快我們今天做一做 對啊 這禮拜可以拍完 快拍完 結果怎麼都不一樣 右邊嗎 右邊比較多一點 你那邊 對啊 你那邊比較多一點 我覺得我聽起來是右邊 等一下就頂起來看了 又要頂了 哈哈 這台就一直在重複的動作 這一台然後一直頂一直頂一直頂 一直頂 想說好了 喔 不拍了 等一下回去點進來看 好喔 都不是這些只剩下苦壽了耶 有點機會 要再拆了 不用 走到了 是嗎 而且不是啊 上一次是第一次試車有聲音 這個是第一次試車是沒聲音的啊 突然間蹦出來的啊 你拍的到嗎 來在這 你要從這裡拍 然後我搖 注意看喔 有間隙 有嗎 有動嗎 有有有有 有手機有了 對啊 因為我們聽到都你那邊的 比較多 對啊 看一下這裡的 哇這裡也是 這裡有也是有蹦 有一點也是有蹦 有嗎 這邊比較小 有 有 對喔 方心桿橡皮 方心桿橡皮 對對對 好啦 那我到時候我就先問材料 好 到了一樣 到了我再跟你講 好 今天不知道是第幾天了 對 來囉 今天要換 方心桿 橡皮 對啊 東西來了 沒有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來囉 上工上工 耶 換這個就完工了 今天是殘酷大考驗 不是啊 因為你看我們 我們力要像現在沒間隙對不對 對啊 原本假設有間隙 但是間隙還沒那麼大 它有一點聲音 但是是讓我們 聽不出來的有沒有 它就不會那麼直接 傳到那個 方心桿那邊 不然怎麼可能換完 然後落差這麼大 這樣想應該就通了 這邊的好拆 你去拍另外一邊的 那邊很難拆啊 你看就知道了 連給錫都伸不進去 你有看到 上面那顆 是不是連給錫都伸不進去 對 這個間隙真的有點大 出來吧 出來吧 這個旁邊都裂了 都裂了啊 我剛好看到 有沒有 你看這個洞 這邊也裂了 是啊 你看這個洞 差很多 對啊 對不對 上新的 現在是要擠這個 這個就不好 沒那麼好近 好 出來了 這個還是有裂 也是有裂的 都裂到裡面去了 比一下洞的大小 這個就沒有差那麼多 這個 有沒有 當這個 有啦 其實還是有差這麼多 其實還是差蠻多的 對不對 但這個還是差比較多 對 這個是差最多的 嗯 還歪掉 對 好 這個我們已經上好油了 好了 進了 出發吧 可能還是沒冷氣啊 你剛說有幾種原因 有可能 有可能是這個主控呢 面板的問題 對啊 因為你剛說保險是 都好的 都好的 至少要有風吧 但現在是連風都沒有 對啊 那連風的這個都沒有 就可能是控制面板壞了 你看他現在這個開關就 卡不住 我們先開著風 你要看到會不會自己好 開開跳一跳就好了 開開跳一跳 沒有聲音了 沒有聲音了 沒有了 確定沒有了 對 剛剛那邊路那麼爛 剛剛那個 我們公司是故意都設計這種 很明顯的 故意把好路都弄爛 有沒有 對啊 一出門口都是 舊路口也是 新路口也是 對 所以只要出門口沒硬 底盤就沒有問題 有沒有 沒有一間二手車廂是這樣設計的 有沒有 都越平越好 真的沒有聲音了 真的沒有 對不對 剛剛那一下 出來就知道了 對啊 沒關係 我們還是在旁邊試 一樣的路 試一次 對 但是我們等一下可能真的要關窗戶 不然我怕你聽不到 來囉 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 對不對 真的沒有了 嚇死我們兩個了 過關了 阿呆 安靜了 過關了 過關了 可以了 可以開窗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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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重點是可以開窗戶 怎麼不可能連風都沒有 這個應該要先查 就是電 看電有沒有來 沒有電有沒有來這 過關了 過關了 剩冷氣了 冷氣了 我覺得應該是面板 這邊的問題 沒關係 現在有時間看一下好了 好不好 好囉 我們冷氣用好了 結果是這個離類壞掉 它冷氣就突然間不能 對 完全不能吹 這個壞掉 這個壞掉 那我們把這個用好對不對 又發現了另外一個問題 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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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開關定不住阿 AC的那個開關有沒有 所以現在冷氣OK 冷氣是好的 但是這個開關呢 要一直按著 有沒有 要一隻手一直按著 這個AC的開關 會一直按著才有風喔 按著冷氣 壓縮機只要會啟動 喔 對 卡不住 卡不住了 所以要找一個按鈕來換 對 就是它沒辦法接觸到 那個AC啟動的 那個 那個點 應該是這樣講 所以就再找按鈕吧 就找按鈕 反正要找房上扭桿 那就一起 順便找那個吧 對一起找 那這台車又不能玩功喔 再來找 好不容易試完沒有聲音耶 結果沒冷氣 突然間沒冷氣 那為什麼要拆這個 因為只有這邊呢 有梨類可以拔起來試 其他沒有地方有那顆梨類 所以我只能先拔這邊的梨類 去試 這樣了解嗎 不了解 所以要拆這裡 所以要拆 所以才拆成這樣 對 才拆成這種拉影 可惡 然後現在要把它裝回去了 好 裝回去我就不拍了 好 慢慢裝吧 對 我們慢慢裝就好了 高島沙發按摩椅 智能聲控 動口不動手 Ultra-Z3 地標最強のDual Lens FRODO 百年O系刹車品牌 得您信任